这个小把有种古怪的癖好 就喜欢捏别人脸蛋 他刚进教室又想捏别人 正好看到了手机包小雅 他直接坐在小雅的课桌上 嘲讽他 你怎么还来学校 我都替你感到羞耻 小雅瞪着眼看他 小把满脸不屑 假装害怕的样子 我好怕怕呀 你不会打我吧 下一秒 他就伸出贤助手 捏住小雅的脸 这手感真不错 周围的人呢 全都放肆嘲笑 小把继续嘲讽 你都没有自尊心的吗 你真是窝囊啊 小把光顾着你脸蛋 没有注意到小雅的嘴角 微微抽动 小雅打开手机上的视频 里面是小把带着小弟 欺负小雅的画面 小雅抓住小把的衣领 让他按照视频里的声音 再笑一次 小把有点生气 你这是疯了吗 小雅突然站起 一巴掌甩飞小把 小把重重的磕在 身后的柜子上 小把走上前 抓住小把的头发 紧接着又是一巴掌 小把还没缓过来 又被打在地上 这次轮到小雅笑了 小把呢 不停地拍打小雅的胳膊 小雅掏出手机 对他录视频 快笑啊 就像那个视频里一样 怎么不笑了 周围的人 看见这场景 没有一个赶上前 小把不断威胁 你赶紧放手 不然我不会放过你的 再听到这话 小雅反而更有兴趣了 学起小把的笑声 我真是太好奇了 你这种狗叫 到底像你爸爸 还是像你妈妈呢 小把拼命挣扎 小雅的手插得更紧了 眼看小把 脚传不过气 就在这关键时刻 班主任来了 他惊呆了 竟然有这种事 常被欺负的小雅 把小把给揍了 班主任大喊一声 小雅这才放手 小把也因此逃过一劫 两人被带到办公室 小把的嘴角被打出血 脸上也红了一块 小雅一脸不屑 班主任训斥他 你到底在干什么 小雅满不在乎 转头看着 小把受伤的脸 笑了 这件事呢 就这么算了吧 小把还以为 他在说笑 被打成这样 你居然还想算了 小把表示 我只打了你两巴掌 对比你之前呢 对我做的事 这根本不算什么 小把摔开小雅的手 看了一眼班主任 默认这件事 就到此为止 气哄哄 走出办公室 小雅呢 也准备往外走 却被班主任叫住 你这家伙 谁让你走的 小雅猛地关上门 你少在这教训我 下一秒 突然换了一副面孔 从桌上拿起 一只蜂蜜的笔 慢慢走向班主任 你好像没有看清楚 现在的状况啊 你的命 现在掌握在我的手里 你可怎么办呢 班主任被夹得 连连后退 眼睛瞪得老大 嘴里说不出话来 小雅看着班主任惊恐的样子 笑了转身扔掉手里的笔 潇洒走出去 老实懵了 这还是我见过的 那个乖乖女妈 小雅是怎么从 一个文静女孩 变成野蛮女孩的呢 小雅在学校 一直很懦弱 总被人欺负 一周前 她在树林里被校把追赶 小雅慌忙往前跑 时不时看向后面 一个没注意 被半岛摔了下去 滚了好几圈后 小雅晕过去了 等她再次醒来 已经在医院的病房 满脸欲青 全身上下多出骨折 好在路过的警察 及时救了她 经过调查 这是一起校园暴力事件 警察上天询问 事情发生的经过 小雅呢 怎么都不肯开口 这时 班主任赶来 把一旁的警察一顿臭骂 然后假意问候 小雅没事吧 老师担心死了 你没乱说话吧 这浮夸的眼界 都能拿奥斯卡金像奖了 校爸的母亲赶来 上来就要和解 表示 这都是小孩子 开玩笑罢了 警察怒了 把孩子打成这样 这想开玩笑吗 小雅呢 不想听他们争吵 用被子捂住头 之后也一言不发 没有得到惩罚的校爸 嚣张地来到病房 一把对到小雅 把校服扔在他身上 笑着说 这是我新买的 快穿着这个 来上学吧 我还等着你 和你一起玩呢 小雅吓得 说不出话来 小爸更加放肆 在他耳边轻声说 你怎么还活着呢 然后潇洒离开 晚上 小雅看着输液管 蒙成了自杀的想法 他把输液管 在脖子上缠上一圈 双手紧抓两端 开始用力 表情逐渐猙獰 就在此时 门口传来声音 你想自杀吗 女人走上前 把输液管拿开 没有悉心安慰 而是表示 就你这种方法 应该很难送走自己 原来 女人是警察派来的心理师 她说着小雅 被把领的过程 小雅捂着耳朵 一副痛苦的表情 心理师告诉她 不想这么痛苦 最好的办法 就是复仇 第二天 心理师带着小雅 找到她双胞胎姐姐 原来 当初妈妈不知道 自己怀孕 和爸爸离婚了 后来一个人呢 抚养不了两个孩子 把小雅扔给爸爸 自己带着姐姐走了 多年后 小雅成了乖乖女 姐姐成了社会的大姐头 两人这么多年 一直没有见过 心理师找到姐姐 想让她代替小雅去上学 姐姐野蛮把握 妹妹太过柔弱 如果两人互换身份 那小爸一定逃不到好 姐姐并不想答应 夺闷而出 可当她看到 手机里 小雅被打的视频 忍不住了 她质问小雅 为什么被欺负成这样 还不知道反抗 姐姐决定 去会一会小爸 姐姐是大姐头 代替被欺负的妹妹去上学 姐姐换上小雅的校服 来到学校 眼神里满是不屑 刚坐下没多久 小爸就来了 看着熟悉的面孔 小爸一如激访 对姐姐呢 展开嘲讽 言谈间姐姐得知 小爸就是欺负小雅的人 姐姐出手了 一巴掌甩背小爸 接着把她按在地上 掐住脖子 拿起手机 录下小爸求饶的样子 这时半春来了 两人叫到办公室 姐姐的强势 小爸不敢追究了 半春想教训姐姐 但姐姐拿着笔和匕首一样 半春差点吓尿 回到家后 姐姐把视频当作礼物 给小雅看 小雅至于心不忍 她只想让小爸道歉 并不想这么暴力 姐姐没有听她的 在学校里 还是一副不良少年的样子 放学后 姐姐看着小爸 正盯着自己 停下了脚步 拿出嘴里的棒棒糖 伸出已经被染色的舌头 朝小爸他们 做了个鬼脸 随后 恶狠狠地 瞪了他们一眼 离开了 小爸看着姐姐 离去的背影 发誓一定要 给他好看 第二天 小雅趁姐姐睡着 自己换成校服 上学去了 刚到学校 就听到校长 毕恭毕敬地 对小爸妈妈承诺 让小雅立马转学 小雅哭着跑到厕所 不料啊 还是碰到小爸 小爸看到小雅哭 今天又怂了吗 小爸走上前 露出邪恶的微笑 小雅是碌碌回到家 全身瘫软 倒在地上 她又被小爸击邻了 姐姐看着妹妹这样 愤怒到极点 决定给小爸来个狠的 她怒气冲冲走出家门 这次 要让小爸付出惨重的代价 小爸收到消息 姐姐威胁她 立刻去树林 不然就把 小雅被霸凌的视频 发给警察 小爸果然来了树林 被一棒子打晕 醒来后 发现自己双手双脚 被牢牢捆住 嘴巴也沾上脚带 姐姐出现在面前 露出诡异的微笑 这地方真不错 荒芜人烟 也没有监控 你要是死在这里 都没有人知道 我刚才趁你睡着 脱了你的袜子 拍了一些 不可描述的照片 男人喜欢的照片 我把照片 先发到学校如何 小爸顿吹慌了 姐姐又拿出一瓶 五色液铁 你知道这液铁 人和一口会怎么样吗 说着 撕开嘴上的交代 小爸不停反抗 也没有用 姐姐强行给小爸灌进去 小爸害怕的 疯狂不爱吐 看着小爸这个样子 姐姐笑了 你这个胆小鬼 这就是普通的水啊 小爸不停求饶 求你放过我吧 姐姐没有理他 拿出另外一瓶液铁 倒在小爸周围 水落下的瞬间 初夜被腐蚀 这瓶液铁 竟然是硫酸 小爸哭着表示 小雅 我再也不敢了 以后都听你的 姐姐决定 给小爸一次机会 让他往下跑 如果逃掉 他就把照片删了 小爸滴滴撞撞 反而命往下跑 同样没有看到 脚下的台阶 就摔了下去 就像当时的小雅 姐姐嘲笑的走过来 太迷死了 这么轻松就被我追上 此时 小雅来了 他让姐姐放过小爸 可姐姐不愿意 这种坏蛋 怎不能轻易放过他 好在心理师 及时赶来 报了警 小爸只才逃过一劫 审问室里 姐姐一点都不慌 他知道自己是未成年人 没有监护人 不能定罪 警长他老是交代 姐姐不以为然 当初同一地点 发生的事情 也只是和解了事 姐姐很快被放了出来 小爸妈妈 上前拽着他 被警察拦住 警察叫一姐姐 姐姐不耐烦地说着 我不是小雅 你口中的小雅 正在家里 四色八抖呢 难道是两个人吗 警察来到小雅家里 他接到电话 小爸不停地念叨 不是一个人 又是一个人 小雅做了噩梦 他一个人 跑在那片树林 跑着跑着 看到自己的尸体 小雅蒙得惊醒 之后 小雅要出国上去 心理师送他上飞机 小雅终于露出了 人生中难得一见的笑容 但现实里 真的是这样吗 在小雅被霸凌那晚 第二天 警察发现了小雅 已经失去了呼吸 姐姐和心理师 都是他在迷流之间 异想出来的 在幻想中 他报了仇 自己救赎了自己 希望天堂没有霸凌 本篇玩 本篇讲 全部都在哪个地方 本期问题 如果有人捏你的脸 你会怎么办 反抗的扣三个一 最起码捏回去 忍住的扣三个二 告老师告家长的扣三个三 其他办法 大家打在评论区哦 小雅真可怜 一直被小雅欺负 当姐姐被小雅报仇时 看着真的很过瘾 伯乐就是那种 嫉恶如仇的熊熊 可惜都是幻想啊 小雅并没有姐姐 我要是小雅的哥哥 就帮她打回去了 希望天堂没有霸凌 本篇要看 推荐去看原片 好了 本期弄着着了 记得给伯乐点赞 还有关注和订阅 我们下次见啦 拜拜 拜拜